大家知道我一直都超级关注VR AR的各种设备 两年前我就给大家试过那个时候的AR眼镜 之前的AR眼镜因为硬件和软件的限制 还会有各种的妥协 那现在的AR设备可以说是成熟的非常多了 这一次的X-Rail新眼镜 可以说是我试了这么多款一代 我认为升级最大的一代 X-Rail也给它换了一个全新的名字 X-Rail 1 2 3 4 普通的AR眼镜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便携显示器 连接上设备之后它就是你外接的屏幕 眼镜会从这里往前四面的地方投一个虚拟的屏幕 声音也直接从眼镜上面发出来 不过普通的AR眼镜只有0DOF模式 眼镜里面的画面就像是粘在眼镜上的 你的头怎么动画面都只会显示在屏幕的正中间 你想要看到画面边缘下意识的扭头 结果画面也是完全跟着动的 这也太不符合直觉了 而现实中的电视啊显示器啊 它是定在空间上的某一个位置的 X-Rail为了实现这种效果 推出了BIM套件 配合眼镜传感器的数据 再加上外部的计算 确实实现了3DOF的功能 但是这样的一套 实在成功上优雅 于是就有了这一次我觉得最重量级的升级 这一次的X-Rail 1 内置了一颗X1空间计算芯片 现在不需要多余的设备 只连手机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 甚至如果你想的话 你还可以继续放大到超过边界 这样就连局部的细节都能看得特别清楚 再不仅仅是完成以前的功能 还能比以前的体验更好 一般描述 AR VR设备有一个重要的参数 运动光子延迟 简单来说 这是从玩家开始运动 到设备显示画面呈现的时间差 一般来说M2P高于20毫秒 玩家就会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明显的延迟 并且可能产生运动症 以前需要先把传感器数据传到外置的处理器 然后再把画面传回来 现在眼镜上面的数据直接原地处理 就可以完成画面矫正了 这里就能大大的降低M2P的延迟 而且比起通用计算芯片 自主定制的芯片也可以做更多的算法优化 如果设备传输过来是60帧的画面 它还会补上相同针来做卫衣补偿 而且为了更快输出 逐针渲染还是太慢了 直接进行逐行补偿 渲一行就补偿一行 最后让M2P可以达到3毫秒 这两个月用下来 还有一个感觉很明显的变化 就是X-ROW ONE的画面 相比之前的AR2达了很多 官方标称眼镜内的视长角达到了50度 我直接给你们来对比一下 这台电视是不是看起来已经很大了 足足有55寸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AR2 这个画面范围都快超过电视柜的宽度了 但我们再在相同的位置 换上最新款的X-ROW ONE 这个画面搭得都有一些离谱了 这么大的一面墙都放不下这个画面了 拿这么大的画面看电影 也为第一次看投影衣的感觉了 之前支持的功能 这一代也同样集成了进来 长按音量键可以调节电质变的颜色 要知道两年前你想要遮光 甚至是要一个盖子 而且这一次还加了一个快捷按键 直接切到透光档位 并且隐藏显示画面 一键离开散播空间的属于是 而且这一次的X-ROW ONE 不只是画面更大 得益于自然芯片的捕针算法 现在在眼镜里面的画面 已经能做到全局90赫兹 画面有了这么多的提升 那音响肯定也得跟上吧 官方称这一次全方位引入BOSS算法 我这里直接给大家听一下 所以说如果我有这个眼镜的话 我带出门的笔记本 是不是可以把屏幕给拆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咸鱼那些动头麦BOG 半个笔记本 那些神奇的套作 别说我最近发现还真有人把它做成了产品 键盘电脑 简直逆天 你们看 现在我桌上只有一个键盘是吧 但其实呢 我现在是可以玩游戏的 看我的眼镜里面 那这是系统的界面对吧 这个呢 你看它是一个折叠键盘对吧 但其实它还是一台电脑 这个键盘它不仅可以打字 然后它在这里还很贴心的放一块触控吧 就可以完全独立使用 这一套我称之为绝配好吧 一个只缺显示设备的电脑 配上一个只缺电脑的赛部显示器 所以你设置只需要一个板子这么大的地方就可以用 我觉得AR眼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现在像ROG掌机 Steam Deck这类游戏设备 都只是视频输出 也就是说 我只需要拿眼镜连上掌机 就直接用这个超级大屏来打游戏了 这可被盯着小屏幕舒服太多了 经常要掌机打游戏的小伙伴一定知道 举着掌机玩吧 手酸 手靠在沙发上面玩吧 又得把脖子往前伸 一不小心直接给自己完成落枕了 不过我使用AR眼镜的话 大多数时候还是拿它来连接手机 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隐藏玩法 其实现在我不是经常要出差吗 出门在外的时候 给手游亲戚就显得特别的麻烦了 但你看 只要我把眼镜连上华为手机 在这里就可以切换到办公模式 嘿嘿 说是办公 但是在这个界面里面 我就可以把我的手游全部挂上 一边倾滴里的同时 我还能再开一个B站刷视频 前几个月不是暴雪回归国府了吗 所以我又把丢了好几个卢士传说捡回来完了 酒馆这期启动 不过战期有个老毛病了 就是前几个回合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像这种买一个怪点一下本 两秒钟就能操作完的事情 还要硬控我30秒 这我哪能等得住啊 这时候我就会切出去看看视频 可有时候视频太精彩了 直接看过头了 切回来再一看 哦吼 已经速挖了 所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 直接戴着眼镜打路时 我可以在眼镜里面调到悬停模式 这样找个视频在边上放着 既不影响我打游戏 闲下来的时候一转头 还能无缝切换看视频 甚至还有空在边上再挂一个迷日风筹 直接一心三用 叫我一声时间管理大事不过分吧 最近我还发现了一个好玩的 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看到过 现在我拍视频的时候 会用一些航拍的镜头 给视频增加一些不同的角度 不过用着用着 我突然意识到 这无人机岂不适合眼镜绝配 用眼镜的视角看无人机航拍的画面 简直就像是自己在飞一样 那种拟针的感觉 以至于我这样子玩的时候 必须得坐着玩 要是站着的话 还没飞几下 自己都要失衡了 如果我打开Axio1的电质变色功能 哪怕在室外这种特别亮的环境中 我只要把眼镜这么一条 画面就非常清楚了 本来戴着眼镜看航拍 沉浸感就很强了 再叠加上这个画面按下来 我在飞的时候 就特别离觉菲尼克斯的那一句 我会从空中俯瞰整个战场 不过无人机还得是这种 现在还有联网对战 对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延迟 假如延迟大于一秒 画面模糊 说不定过两天就要收到勋章了 回顾这两年 AR眼镜使用体验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从一开始的AR到能靠配件BIM 实现旋停的AR到现在 已经可以当一体积的ONE 我们能看到眼镜厂商 正在一点点的完善用户体验 也期待接下来X-REL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有意思的产品 OK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 记得给我点点三点关注哦 祝我来说非常重要 那我是千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